现在只需要把预检放上去 然后检查一下火 炎氧精火一点 啊熔炉里的材料全部齐全 哎等等 哎呦幸好没开始 我的妈呀还没检验的这个材料 怎么敢呢怎么敢放进去的 来来来来来 是我的不对是我的不对 这回才是对的差一点误了大事 收 哦兄弟们你们猜我会成功吗 第一次练气呀 不要让我失败好吗兄弟 这四团火焰最后烧出来的 你以为会是灰炭吗 我只想说一句 No 这一定是我的四件装备 哈哈哈哈 兄弟们 只要有了这套装备 下一次杜劫的时候 我相信我被雷劈的概率将会非常的低 这什么东西 超脱级九道神龙诀 功法 至高无上的功法 它这个材料里边需要造化之气 这造仪器 这造仪器是哪里来的呢 有点不太明白 但是我知道这个碎片是哪来的 咱们这个成为武功法呢 还需要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现在是金灵根 我们要想突破的话 就需要吃这个本源 去突破自己的灵根 兄弟们 我成功了 我有装备了 什么垃圾 这些装备 不要了 什么钻石装 卖了 什么翅膀 我需要翅膀吗 我现在可是大成器圆满的 神人 穿上 穿上 这防御力我估计已经高得离谱了吧 看一下 太帅了兄弟们 这就是仙人装备吗 我现在是齐天大圣装备 我的天 而且这玉剑好像只飞了一格 那就可以用十次 咱们五行剑呢 有装备了 没剑能行吗 得会耍剑呢 这五行剑是必须要做的 材料这个便宜兄弟们 这全要八级材料 我少了点零食 马上就能再给他来一套 哦 太爽了 熬力给 兄弟们熬力给了 我们家小区里前那些小孩 我跟你讲有绝技 什么雷霆熬力给 熬力给冲击 这各种熬力给 老狠了 老狠了 他需要的是这种金属对吧 八级零食十个 还需要什么 暗金藏金 暗雷藏金 暗雷藏金 十个 然后五银二十个 这应该就是他说的五银 这个应该就暗雷藏金 那么我现在需要 大量的八级石头 都给他分了 三百多块够不够啊 他应该不用特别多啊 我觉得 这个他要 二十个 五银是吧 五银二十个 我看一下是不是二十个 我这个脑子不太好 五银二十个 对对对对 要二十个 那我这样零食不够用了 一二三四 好 然后现在就换这个 这玩意要十个 再来一个 刚刚好兄弟们 这个材料刚刚好的嘛 然后八级零食使个 八级木属性腰单 能不能不要 之前不是要金单吗 木属性腰单 我留了半天的金单 他跟我要一个木属性腰单 我吐了 幸好我还有两个 八级的木属性腰单 应该很好开 我估计没个三十秒 就开出来了 木属性就是那种绿绿的 我好像已经看到了兄弟 我已经看到了 就在我手上 相信我 这一批里边就有 信不信 就是这么稳 八级 这怎么还是未平间 有兵吧 哦我身上还踩了一点 这是七级 哎兄弟们 我这个眼睛可能是有点问题啊 九级三级 九级九级 五级 八级火属性都有 七级木属性 这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 这个也是五级的 那我还得再开一会儿 没事没事没事 这腰单好开啊 为了五星剑嘛 咱有装备了又有剑了 这以后就强大了呀 我好像看到了八级的 兄弟们这颗就是八级的 哈哈哈哈 来吧 来吧 把这些都扔了 我们重新整理一下 这里边有的 都一会儿都直接烫了就行了 也有的直接烫了就行了 八级的跟九级的长得 差不多 就是小一号的感觉 小一号的感觉 这是九级的 九级的我们留着啊 绿的咱们 看着点看着点 这个是三级 一级 七级目属性 八级谁属性 不要逼我 再也逼我 我直接做高级的了 这不气人吗 兄弟们 想要个八级目属性 搞不到 怎么办 没事 我自己去加速搞去 兄弟们 不是腰单盒的事 安排 哈哈哈哈 哈哈